玉里民众服务社的志工妈妈们来到玉里镇大雨酸肝关怀需要帮助的民众 这些志工妈妈们大部分都是55岁下的妇女 退休生活喜欢帮助别人 也透过玉里服务社来到处走访各个角落帮助大家 天气虽然很冷 不过志工妈妈们的热情是温暖了大家 挨家护的虚寒温暖 一门的长者或是民众都觉得很无心 这是玉里民众服务社的志工妈妈团队 这天不为寒冷来到玉里的大雨酸肝社区来需要帮助的关怀户 还送上民生物资 玉里民众服务社的志工妈妈来到了玉里镇的酸肝 来关怀需要帮助的民众 并且志工妈妈们大部分都已经是55岁以上的妈妈 退休生活喜欢来帮助别人 我们是真的很有用心在做了 这十几年来 除了关怀这个弱势以外 我们是志工妈妈的退休以后 在我们那边值班的生活我们都有经过到 透过玉里民众服务社 到处走访各个角落来帮助别人 天气虽然很冷 但是志工妈妈们的热情温暖了大家 理事长希望将爱心发扬 带动各界爱心串联 让爱送暖送到需要的民众 感受到这社会有爱有情有温馨幸福充满了家园 记者高双双玉镇采访报道